感谢天父 好的 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也会讲到处理罪的 就是说 平衡恩典和律法 就是说 有恩典也有律法 不代表我们不遵从律法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罪的破坏性 上一张幻灯片 讲到这个罪的破坏性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的 这个必须有破坏性的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 哎呦 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这个必有破坏性的 但同时 我们也说 我们需要处理罪 怎样处理罪 这个是 我们需要留意 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 怎样处理罪 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 五个步骤 五个步骤 去怎样处理罪的 第一 留意到 有罪啊 或者是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啊 低沉啊 失望啊 留意到任何的不好的东西 然后第二 圣心 这必不会破坏生命 任何的罪 这些没有 行出来 在里面有露气 也会破坏生命 因为有露气 人就没有平安了 就没有力量了 神也不喜悦了 因为神 查看人心肠肺腑 看到我们里面的 然后用圣经观念处理 圣经教导 我们怎么样呢 怎样尊重神啊 不要犯罪啊 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 也珍惜别人的生命啊 怎样 第一方面是 圣经吩咐我做什么 第二方面是 怎样靠主 圣个罪 或者是情绪 圣经都有说出来的 怎样帮助我 怎样可以 圣个罪 或者是情绪的 然后祷告 求神圣命 和求神给我们力量 然后第五 选择顺服 选择悔改 憎恨罪 用属神的观念 取代罪 离开罪 正从神 这个得胜五部曲 是完整的 但如果 在平时的时候 你可以用得胜三部曲 这是一四五 一四五 一流一道 马上祷告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个罪的破坏性 也知道 这个圣经的观念 叫我们去 要求修人 祝福人 然后我就 选择 顺服了 有些小圣经 没有时间祷告 例如有人骂你 你马上处理 你可以内心祷告 马上处理 就跳去第五了 我选择 不放在心上 因为 人能把我怎么样 要帮助我 避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不要紧的 他不能伤害我的 好了 怎样处理了 例如我这里 写到两个情况 有憎恨怎么办呢 神不喜悦 我憎恨 这个就是 内心的处理了 我祝福人 更蒙福 也体恤对方的软弱 因为他 被人骂很多 通常被人骂 骂人的 都是曾经被人骂很多次的 很多骂人的人 都是常常被人骂的 所以他们习惯 就是骂人 他们不知道 柔和的好处 耶稣说 温柔的人 就有福了 因为他必承受地土 温柔是有福的 但有些人不知道 他们以为 骂人 更有果效 其实骂人 可能有马上的果效 但果效不复强 而且骂人产生的是什么 这是律法控制的人 但按点鼓励的 需要动力 当你们明白 我跟从神 服侍神 生命就蒙福了 犯罪比我 过外性 所以我不要犯罪 我就尊重神 争取机会 祝福人 帮助人 享受神 活在神的爱中 你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你的师父就提升了 去到高层次的师父 这样你愿意吗 你是不是有一条路 快很轻松了 你做什么小事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你就 是不是更有动力去服侍神了 你就说服侍神更好 好了 如果有人有营练 有些人说很难很难很难 为什么呢 他里面常常想女性 或者是男性 所以就有这些营练了 所以他就要不要看这些事情的图片 动画 而且是不去细想 很多人就去细想 有空坐下来就细想 这个他就有犯罪的习惯 很多人有犯罪的习惯 因为他常常细想这个 然后用属神的观念取代 当有营练马上想 神爱我的 天堂是美好的 天堂是没有营练的 没有坚营的 我要活在圣洁中 神就喜悦我的 我在 我圣服神神就喜悦 就这样处理 例如想骂人 马上说 我骂人 有不好的后果 我现在不要骂人了 不要发怒 我不发怒 更有好的果哨 他更会改变 这个就是 用恩典 推动自己的 这里面处理 例如 有人骂我 我用这个比喻 这个是代表一个人 他骂我 我就思想 我没有做错 如果我没有做错 这个人容易骂人的 我就看着他 就说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 因为他而发怒 我就 求神给我机会 怎样去与他沟通 怎样去帮助他 而不是 跟他发怒 在里面 马上处理 所以这个 得胜五部曲的方法 基本上是什么呢 在里面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叫我们 不会将这个罪的意念 变为骂人 变为行动 而是马上处理 将这个 怒气化解 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以为 这是我压制我的情绪 不许讲 除掉我们的 怒气 怎样除掉了 不许压制 也许说 我发怒更不好 我发怒神不喜悦 我的生命不会提升 所以我就 轻松平安了 好了 这个 平安安典和律法 也有动力 什么动力呢 很简单的 神充满大能 历代记上 29章12节 在你手里 有大能大力 神有大能大力 使人 尊大 强盛都出于你 神有能力 叫我们成为 尊大 强盛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 尊大的人 尊贵的人 你尊重神 神就会有能力 帮助你的生命提升 我感谢主 我们尊重神 神就会 我们开路 我感谢神 这个安排 跟老虚认识 我觉得是恩典 为什么呢 现在他有这个方法 可以将这个教导 传开 是恩典 是神给我的恩典 也是给他的恩典 这是互相 换戏都互相少利 叫阿神能得益处 因为神掌权 所以他安排这个事情 对上方面都有益处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 神邪的人 他必有能力帮助我们 世界和住在一起 一间的斗鼠也好 所有人斗鼠也好 神可以掌管一切 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 然后第二点 神只爱我们 他因你换心喜乐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换心喜乐 默然爱你 因你喜乐而欢呼 他很开心 看着我们的 在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的 所以我知道神看着我 我知道神爱我 所以我去宝贵 你有没有人 你认识一些人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垃圾的 有没有 没有用的 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的是不是 都觉得 我不会发挥生命的 我不能做什么大事的 但这个是魔鬼的谎言 其实你们的里面 有没有觉得 我都是不能做什么大事的 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 这个是魔鬼的想法 我相信 看着主 我一步 一天进步 卸上 越来越进步更多 我用一个例子 一天进步 百分之一 一百天就百分之百了 你这样做的话 但其实我们一天 可以进步多于百分之一 你听到这个教导 我知道 法律没有用 我知道埋怨没有用 低沉没有用 我就相信神的恩典 我就放心了 然后 第三点 爱神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蒙福和必备提升 神就为了预备 眼睛会成看见 耳朵会成听见 人心会成想大的 是非常美好的恩典 所以神必定预备 我不需要担心 所以我有动力 我有动力 尽力去做 任何能够做 我都尽力去做 整个忙 我也去做 我告诉你们老师 不要以为我太忙 我总是有要做的 不要紧 告诉我就可以了 告诉我我就来了 这个就是 有机会就许奉神 因为我知道神必定喜悦 第四 犯罪不尊重神 不许奉神 必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更加厉害 或者是 他的生命就是不结果 就砍下来 掉在火里笑了 这四点 希望放在记忆里 神是大能 神爱我 我亲近神 尊重神 必蒙福 不尊重神 不亲近神 犯罪 必有破坏性 你要拿一条路了 很简单的 你要蒙福的路 还是破坏的路 你要蒙福的路 你尊重神 你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你就开心 蒙福也是开心的 有些人以为 是做传道很苦的 这个是有些人以为 他们以为 做传道又要贫穷 又要苦 要很苦的 因为被许之家 所以很苦的 圣经没有说 在主里面喜乐 中文翻译 靠主喜乐 其实原文是 在主里面 在主的恩典中喜乐 你们靠主喜乐 这个圣经里面 所说的都是喜乐 都是有平安 有力量的 有供应的 而且是必须更大的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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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